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跟我太太去工地 就有一兩年吧 所以博客有時候畫畫 但是有兩個聲音嗎 告訴你說啊你就是懶惰你就去畫都對了 一個就說啊你就不要畫 然後反正就兩年就跟他去工地 所以就認識這些什麼建築的材料 水泥啊鋼筋這些東西 後來就覺得 因為反正我本來就對那個模式子 就很喜歡那種東西那種材質 所以就覺得說好吧那我就愛模式子這樣 那時候也是因為我爸爸生病 就是癌症 然後看到他這樣哇很辛苦 然後就覺得說 欸那只不過就是換個媒材去做頭看有這麼難嗎 所以就好 所以就在2013年的時候就開始做那個模式子這樣 然後後來就搬到工 就搬去那個民間嘛 後來就遇到了拖卡處 就開始做拖卡處這些 就塗的東西就開始做這樣 所以就滿滿的 認識對面的鐵工 然後他叫我喊東西 然後就開始變成是牆上的 滿滿的變成立體的 嗯 那時候去在工作室 那個路上就會看很多已經倒掉了 或是根本沒有用的拖卡處 所以後來就大概就自己研究一下 然後就開始做了 這是我第一件 第一件是我永遠記得那種 你要把它搬動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的緊張 你會覺得天啊 我這抱起來會不會覺得 比較裂掉的一種 所以當下你就會覺得 哇我對這個 然後土地的這種東西 原來是這麼的陌生對不對 後來就成功辦了第一次 以後你就覺得哇太興奮 因為他這麼強壯 然後後來就開始 開始做其他越來越 可能越大件啊 後來或者是 各種不一樣的功能的東西 以後也駐村喔 以後也駐村在 如果說在二艘倉庫的話 就駐村那個動力 純粹就是覺得 哇看學長姐駐村 哇真帥 我哪天也換回駐村 大概就這樣追究 好吧就申請 然後他就申請放 然後就去 然後又看到 哇學長姐出國駐村 哇真帥 我感覺我會寫開了 駐村基本上 那感覺下 就你只要換個環境 他對都會有一定的 我記得我去台中二十二長谷駐村 然後他火車好像11點 就最後一班過去 然後就安靜到 然後好恰好 噢是老耳鳴會這樣 哇原來安靜是這樣 那時候我們來搬到中興的時候 我就想說 會不會那晚上來這麼安靜 因為旁邊那個時候沒有人 後來發現那個不會 就是鄉村的安靜 上山不會安靜 晚上還是很多那個蟲啊什麼在叫 所以是很熱鬧的 所以就在城市的晚上 打眼睛都讓你覺得很恐怖 只要恐怖一點聲音都沒有 就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想環境都會有一定對你有一點改變這樣